由東沖站B出口 走到朗平360 坐纜車 去到朗平市集 走到寶蓮寺 走到心經簡南 走到天騰大佛 走到巴士站 坐大嶼山巴士21號 由朗平去大澳 往朗平去大澳 走到大澳漁村 看看鵬屋 坐車上去朗平市集 坐纜車 回到東沖 完成這個行程 地鐵站B出口 走到朗平360 坐纜車上去朗平市集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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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s 坐下 坐下 天壇大佛 現在我們先去寶蓮寺參觀一下 去完這個寶蓮寺之後 我們可以去這個心經檢欄 也是一個比較著名的景點 大概走30分鐘左右 這條路都是很容易走的 去atapeee 去哪兒 去哪兒 在這裏的右邊是新京減林 直去上霍凰山 看完心經減臨後, 回到大佛 上完大佛後, 回到巴士站 可以坐21號車去大澳, 參觀大澳漁村 坐20號車, 大約十多分鐘便到達大澳漁村 可以在大澳漁村吃東西, 走走 都有道賞團, 參觀大澳漁村的文化 和明明新頭和大澳漁村 走32號車 提供品 開明明小禮 淀髒 插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